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盛Goldman Sachs于10月下旬发表报告指出,人工智慧AI预料将在10年内全面普及。 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AI的广泛应用渴望为美国经济增加20兆美元产值。 当中的8兆美元将以资本所得形式流向企业,生成是AI有望让美国劳动生产力提升15%。 高盛表示,不用太担心AI资本支出的绝对金额,以长期潜在回报来看,2025年的3000亿美元支出金额是适当的。 高盛提到,AI相关投资目前仅占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的比重。 作为对照,铁路扩张,1920年代电气花浪潮及1990年代末网络泡沫的技术投资,GDP占比介于2%至5%之间。 未来德BlackRock执行长分客Larry Fink今年3月在写给股东的年度新建中提到,基础建设在过去推动惊人的经济成长。 1860年至1890年期间,单单是铁路兴建,就让美国GDP增加约25%,高速公路在100年后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根据一项衡量标准,1950年至1989年期间,四分之一的生产力增长,出自洲际公路系统投资。 美国美国联邦准备系统FED理事沃勒、Christopher J. Wauer也于10月中旬指出,AI的发展速度比过去的创新浪潮更快,意味着颠覆和效益都将更早实现,角色者必须让颠覆发生,并相信长期效益将会超越任何短期成本。 另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根据高盛内部备忘录显示,高盛已告知员工将透过名为1GS3.0的AI计划来提升生产力,年底前可能进行裁员,并放缓招聘速度。 博通,Broadcom执行长陈富阳Hawk10则在接受CNBC电视台专访时也表示,全球GDP总额目前约为110兆美元,当中约3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技术密集型的相关产业。 他说,生成是AI的导入将在社会的许多其他层面创造智慧,进而将GDP占比拉升至40%,相当于每年增加10兆美元的产值。 在此背景之下,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和人工智慧晶片大厂徽达NVIDIA共同宣布,他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台积电Fib21晶圆厂,制造的第一款基于徽达Blackwell GPU的晶圆,正式量产下线。 回答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当天也参观了台积电Fib21晶圆厂,庆祝第一款回答,Blackwell晶圆在美国本土生产实现量产。 在庆祝活动的舞台上,黄仁勋与台积电营运副总裁王永利一起在Blackwell晶圆上签名,以纪念这一个里程碑,展示了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核心引擎现在是如何在美国构建的。 双方认为,这加强了美国供应链并建立了在岸人工智慧技术堆战,将资料转化为情报,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时代的领导地位。 其实,早在2020年,台积电就宣布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厂计划,并于2021年4月开始在该地区建造首个晶圆制造厂。 随后,台积电宣布将对美投资扩大至650亿美元,除了最初的一座晶圆厂之外,还将建立两座晶圆厂。 董事长魏哲嘉指出,台积电即将获亚利桑那州现有晶圆厂临近的第二快递,以支援现有扩张计划。 这将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立独立的Gigabyte Cluster,以支援智慧型手机,AI与HPC应用的领先客户的需求。 辉达公司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次的成就标志着美国半导体制造和人工智慧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持续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 NVIDIA Blackwell GPU为AI推理提供卓越的效能、投资回报率和能效。 黄仁勋在活动中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原因有几个。 这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最先进的晶圆厂台积电在美国制造最重要的晶片。 这是川普总统对再工业化的愿景,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和最重要的技术行业。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执行长Rachel M表示,从抵达亚利桑纳州到在短短几年内交付第一款美国制造的NVIDIA Blackwell晶片,代表了台积电最好的表现。 这一里程碑建立在与辉达30年的合作之上,共同突破技术界限,以及他们的员工和当地合作伙伴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他们帮助台积电亚利桑纳成为可能。 由于台积电FAB21目前量产的工艺制程是4nm,因此,此次台积电通过FAB21为汇达代工的Blackwell晶片,应该是之前已经在台湾量产的Blackwell B300核心GPU的小晶片。 不过,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还没有先进封装厂,同样在亚利桑纳州的Anker的先进封装厂还在建设当中,因此,台积电为汇达制造的Blackwell晶圆还需要运输到台湾进行后段的先进封装,最终才能够成为可用的Blackwell GPU晶片。 汇达在极西文稿当中还指出,台积电亚利桑纳晶圆厂将生产先进技术,包括4nm、3nm和2nm晶片,以及更先进的A16制程晶片,所有这些对于人工智慧,电信和高效能运算等应用都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台积电亚利桑纳州第一座4nm制程晶圆厂已经开始量产,第二座3nm制程晶圆厂,目前正在建设当中,原定于2026年开始量产,但后面推迟到了2028年,现在似乎又在加快进度。 这两座晶圆厂完工后,合计将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换算至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超过400亿美元。 第三座晶圆厂最近已经开始破土动工,将生产2nm或更先进的A16制程技术,预计将在2029年至2030年间量产。 另外,在今年3月,台积电又宣布对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包含在建设三座新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以及一个主要研发中心。 目前,这些建设计划还处于早期规划阶段。 在数日前的台积电第三季法说会上,魏哲嘉表示,目前在美国主要客户及美国政府强力协作与支援下,都开始陆续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圆厂投骗。 台积电也将持续加速亚利桑那州的产能扩张,并按计划进行。 但鉴于客户强劲AI需求,台积电准备在亚利桑那州加快技术升级至更先进制程。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